前首相纳吉争取居家服刑的话题近日成为民众关注焦点 雪州前行政议员邓张青日前在脸书上发文 讽刺纳吉在居家服刑后可以享受舒适的环境 同时还可以和妻子拿听斯里罗斯玛一起唱卡拉OK 邓张青在铁文中附上一张照片 照片中一扇门口被黑色纸条状物体装扮成牢房铁栅栏的场景 暗讽居家服刑犹如虚设 他说居家居留 服刑 可以天天在冷气房跟罗斯玛唱卡拉OK 此铁文引起了许多网民的共鸣 纷纷嘲讽大马果然是神奇的国家 甚至有网民表示 若纳吉真的被准许居家服刑 他们再来届大选绝不再去投票 副首相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的政治秘书梅家族卡奈因说 阿末扎西签署法定宣誓书 显示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梅家族卡奈因今日在脸书分享数张阿末扎西在当时签署宣誓书的照片 他指出阿末扎西在开斋节前夕4月9日签署宣誓书 立正纳吉的特赦涵盖居家服刑一事 是他真心诚意想要帮纳吉的举动 他透露阿末扎西当天才从麦家小朝圣返国不到24小时 就签署了宣誓书 我认为阿末扎西签署宣誓书支持纳吉情愿 是为了他与纳吉友谊所做出的终极努力 他说有人质疑阿末扎西不够努力 包括在1月30日知道特赦令附入 却默不出声 但这些批评都是不正确的 他暗示特赦局能考虑纳吉的特赦申请 也有阿末扎西的背后运作 如果没有经过任何谈判或政治行动 这次的特赦会突然进入议程 梅家族卡奈因也提醒 纳吉争取居家服刑的事情涉及法律 所以不容而戏 当纳吉行使权力提出请愿时 阿末扎西在知道自己未来可能面对风险 依然毫不犹豫地挺身 依法提成宣誓书 这彰显对他而言 这是通过法律程序来捍卫朋友的重要时刻 他说 自己见证和拍下阿末扎西签署宣誓书的那一刻 不经因感动而流下眼泪 因为这不仅是阿末扎西对纳吉的坚定援助 也是尊崇第16任国家元首预令的举动 竞选盟提醒 所有涉及纳吉申请居家服刑的法庭诉讼程序 都必须公开透明进行 而不是在内庭审理 竞选盟说 由于纳吉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资金 因此需要保持公开透明 以保障公众知情权 竞选盟是针对高庭周三以内庭审案方式 临审纳吉的上述申请 媒体不获准进入高庭内采访的事件 在文告中这么指出 文告说 如此备受瞩目案件的审讯应该公开透明化 因为公众有权了解案件的审理情况 如果不这样做 就会给人双重标准的感觉 进而削弱公众对政府和司法机构的信心 竞选盟也质疑 副检察司为何不反对纳吉的申请 并促后者向公众交代其行动的合理理由 竞选盟再次强调 公平和透明原则必须是作维护司法体系 和国家法治的主要原则 尽管联合政府表明 同意拨款给在野议员 但一党表明仍需研究政府届时拟定的备忘录 马兴社报道 一党熟理主席拿督端一布拉辛说 该党对政府同意拨款的决定表示欢迎 并希望这笔拨款能平分各州 他今日出席单州一党开斋节参会 受媒体追问时这么回应 他希望政府的上述决议 能有效地恢复反对党的制衡角色 从而推动国家的发展 端一布拉辛说 首相曾在国会提及此事 包括准备与反对党谈判 我们目前无法予以任何保证 一切拭目以待 须是联邦政府的会议结果而定 此外 国会反对党领袖韩沙赞努丁发表文告指出 待谅解备忘录起草完毕之后 国盟将会详言其中的条件 国盟对政府向反对党议员发放拨款的决定 表示欢迎 高庭今日推翻了地庭裁决 撤销就KK 超市真主瓦风波上 侮辱伊斯兰的华裔男子 监禁六个月的刑罚 并预令案件交回地庭重审 高庭法官拿督阿莫巴赫 聆听双方陈词后 批准35岁济公卓伟龙的司法检讨申请 理由包括控方对申请人卓伟龙的检控程序过于仓促 阿莫巴赫宣读判词说 法庭已审查地庭审理此案期间的书面记录 并发现承审法官没有按照正确的程序记录被告的认罪情况 没有提到他在认罪后了解控状和后果可能面临的刑罚 法官只提到了控状 接着向他宣读判决 对他的指控如此之长 你们控方和法庭如何能指望他这种普通民众能够理解 那天他也没有代表律师 来自马华的消息人士透露 马华不会要求新股毛基层在即将到来的补选 支持和为民主行动党助选 一名来自马华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 两党过去的关系紧绷 而行动党最近导致这种关系变得更糟 经过多年的竞争 马华和行动党如今都成为团结政府的成员党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 最初我们的基层希望马华上阵新股毛补选 但国阵主席阿末扎西已经宣布让给西蒙上阵 最近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在一个播客节目中说 马华工会存有投家政党的形象 所以他并不喜欢马华 我们的基础无法接受这样的言论 伤害了党和党员的感情 因此也影响了当地的情绪 消息人士认为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没有必要发表这样的言论 行动党和他们的领袖需要明白 如果他们想确保胜利 每一张选票都很重要 但这是他们的态度 因此我们不会要求马华基层支持他们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今日风尘仆仆南下柔佛州新山 准备与民众欢庆开斋节 今5月1时许 安华乘坐的专机抵达是乃国际机场 受到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的迎接 安华预计于今540许至50左右 出席由柔佛州政府举办的 2024年昌明开斋节庆典 并将与民众欢庆开斋节 烤州政府与民众欢庆开斋节 烤州交通 隐吻 wys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